大家好 我是魔人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下大改版 我們的新職業 暗夜刺客 希斯現身 我們登入還可以直升80級 希斯是刺客類型的職業 主要是用短印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看看新的角色 這次要用到希斯 就要我們之前的召喚師 包括歐碧雅 克里夫 以及基娜 都完成了拉克王的故事 第一幕第42章 即是特別的雙人後 我們就可以去玩容兵的評價任務 完成之後 就可以前往召喚師選擇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左右下角 已經有拉克守護團 以及白影容兵團 當我們按右邊的時候 就可以去到希斯的介面 創角了 希斯只需要登入遊戲 完成簡單的容兵任務 就可以立即升到80級 當我們創完角後 這裡其實要看一段短片 當然就是關於希斯的故事 這裡我們不劇透了 大家慢慢欣賞吧 我們來看看希斯的特色 首先這隻是近戰的角色 打到很多快速的攻擊 以及技能都是偏向快的 如果大家喜歡爽快的職業 這隻的新職業都適合你了 跟大家看看火屬性的技能 如果我們用火刺的話 是會把炸彈放在敵人道 這個火弓每次攻擊 就會有機會增加傷害效果 火螺旋這招 可以造成體力比例的追加傷害 又是打得更加痛 火大絕這招的火型 可以打到敵軍暈眩 每次攻擊就會減少回避技能 除了我們版面上看到的技能之外 我們還會有其他不同的技能 我們再看看 就是這個滅絕 我們的滅絕是可以把黑暗末日重置的 然後還有復燃 復燃可以束縛到範圍內的目標 控制效果相當不錯 然後到水屬性技能 冰刺會有機會令敵軍有失明效果 而冰影步的話 可以增加自身的移動速度 冰螺旋這招 每次攻擊就會有一定的機率 解除一個強化效果 也是非常好用的 最後就是冰燃了 這招的最終攻擊 是會把我們縮短自身的所有技能冷卻時間的 水屬性方面 冰影步之後 有反作用力的技能 可以解除我們自身的所有弱化效果 也是一招相當有用的技能 然後我們再看看風屬性的技能 首先就是風刺 我們會有吸血效果 然後就是風影步 我們可以增加攻擊力的效果 之餘還可以增加自身移動速度 再看看最後招大招風刑 這招可以解除敵軍兩個強化效果 打到敵人的傷害量 我們都會按比例地恢復自身體力 直到封這招風影步之後 就是一招死門開放 死門開放可以減少自己的體力 增加攻擊階段數 以及內傷輸出 接著就是光屬性武器的技能 首先就是光刺 我們可以搶奪一個強化效果 接著就是光攻 每次攻擊有一定的機率 是會賦予出血效果的 還可以有機率搶奪一個魔力 光環射方面 有一定的機率使敵人浮空 可以讓我們做更多的攻擊 最後就是光大絕的光影 我們可以搶奪敵軍的一個強化效果 接著再給所有隊友身上 光這招大招 很明顯就是你的魔靈越強 你的輸出就更加高了 最後就是暗屬性的武器技能 第一個是暗刺 我們第一次攻擊的時候 就會發生暴擊 最終攻擊還會有一定的機率 令敵軍陷入混的狀態 暗影步方面 就是對目標以外 周圍內的敵軍 有恐怖的效果 接著就是暗螺旋 第一、二、三次的攻擊 也會有暴擊 最終攻擊還會無視目標 拒絕死亡的效果 暗屬性武器的技能 大拒絕是暗形 可以以弱化效果數量為比例的四次傷害 也是非常恐怖的一招技能 五大屬性的技能都介紹過了 希斯所有技能都相當好玩 不知道你又如何看 不妨留個研討論 接下來就有全新的魔靈 就是精靈之王 這隻精靈之王一共有五個屬性 我們看看精靈之王究竟他的技能是怎樣 我們首先看看火精靈之王 首先他是護盾的魔靈 還可以解除強化效果 當然是敵人 我們看看技能方面 露火這招會給我們開護盾 沒有令我們更硬 懲罰的火花 可以造成打暈敵人 最後這招終極露火 就是做護盾 給自己 也是按傷害比例 接著到水的精靈王 技能方面有前拉的技能 也有減少移動速度的技能 我們一般攻擊沒什麼特別 即是一般攻擊 然後水之壓制 我們會給予所受傷害量增加效果 即是我們可以打人比較痛 然後精靈王之憤怒 就是可以減慢別人的速度 然後就是憤怒的回歸 可以加速隊友的技能冷卻時間 即是幫助隊友增強能力 終極招式也是把敵軍向前拉到範圍 接著我們看看風的精靈之王 技能方面相對簡單 就是縮亂技能冷卻時間 可以看到減少一名隊友的技能冷卻時間 魔力封印就是攻擊範圍內的敵人 增加這個目標冷卻時間 這隻很明顯是輔助向的精靈之王 接著再看看光屬性的精靈之王 主打是無敵 也可以看到一般攻擊有所不同 一般攻擊是可以解除目標強化效果的 接著是光之壓制 我們可以減少隊伍的召喚師技能冷卻時間 以及迴避技的冷卻時間 接著就是審判之光 這可以給予我們自身無敵的效果 終極招式是攻擊以我們自己失去的體力為比例 造成增加傷害量 即是你越少血就越高攻擊 暗屬的精靈王方面也挺特別的 又是減少敵人防禦 接著搶奪強化效果 亦有傷害輸出增加 我們看看魔力封印 就是可以搶奪目標的兩個強化 然後洞察方面 搶奪強化效果時 還會幫助我們自身的傷害量增加效果 接著就是終極招式 攻擊目標敵人 還可以搶奪目標所有的強化效果 我自己最喜歡暗這隻 不知道你又喜歡哪隻呢 我們來到最後 有一個序號給大家兌換 就是Get Hit Now 這個序號的兌換期是2月7日 22.59分前都可以兌換 我們兌換完後 有傳說召喚書 大家趕快去兌換吧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來這裡 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就是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